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的性格十分内向 朋友又不多 所以她才有了偷窥的习惯 这天小翟到一家企业做了设备维护后 就一个人坐着公交车返回住处 就在这时小翟无意间发现旁边街道上有个穿着红色裙子的妹子 这个妹子长发披肩 正是小翟喜欢的内型 不过她始终背对着马路 所以看不清她的长相 由于公交车开得很快 过了这个街角 妹子的身影就被甩在身后 然后小翟忍不住叹了一口气 这样的美女就算自己遇到了 也没有勇气和她搭讪 第二天小翟乘坐公交车回家的时候 居然又看见了昨天那个妹子 妹子依旧站在街边背对着马路 小翟还没来得及多看几眼 公交车就驶过了这个站台 然后小翟感到非常奇怪 那个妹子在干什么呢 是在等人吗 还是在找东西 不过小翟最好奇的就是她的长相 又过了两天 公司组建了一次团建互动 散场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 这个时间已经没有公交车了 而小翟也不想打车 于是决定不行回家 大概走了十几分钟 她就来到了那个熟悉的街角 就在小翟想着会不会遇见那个妹子时 一抹红色突然出现在小翟的前方 没错 那个妹子居然还在这里 而且她依旧面对着墙 此情此景 小翟已经没有过去搭讪的念头了 因为小翟已经认定这个妹子多半是个疯子 或者是个傻子 不过小翟还是想看一看她的长相 是不是和自己想象中的一样 小翟慢悠悠地走过来并假装接电话 奇怪的是小翟已经靠得很近了 而妹子的脸始终看不清 只能看出一点模糊的轮廓而已 再靠近一点的话就要被妹子发现了 于是小翟只好放弃回家了 从这天之后小翟就没有再去关注那个街角了 然后又是一个周末下午 小翟乘坐公交车的时候 突然看到外面围满了群众 而这里正是那条熟悉的街道 小翟心里顿时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于是小翟立刻下了车过来查看情况 几近人群后只见两个警察压着一个男子走了出来 小翟不清楚状况就问了旁边的一位老大爷 老大爷说 半个月前这里发生了一起很惨的命案 而凶手就是刚刚那个男子 警察镇压着他指认现场呢 听到这里 小翟隐夜觉得受害的就是那个红衣女 不过小翟没有继续问老大爷了 他打算回家自己查 回到家后 小翟就在网上查询最近发生的命案 结果还真的查到了 时间和地点都对得上 原来凶手和红衣女是同事关系 而且凶手一直暗恋着红衣女 结果在一次告白的时候 红衣女拒绝了凶手 并且害怕凶手狠狠嘲讽了一番 然后凶手因爱生恨 展开了狠毒的帮扶计划 在红衣女下晚班回家的时候 凶手将牛酸泼在了她的脸上 当时是凌晨时分 街上一个人都没有 最后红衣女活活被痛死了 看完这个新闻后 小翟的电脑突然发出一阵呲呲的声音 紧接着桌面弹出了一个视频 而红衣女就在里面 红衣女用十分低沉的声音 对着小翟说 你不是想看我的长相吗 现在给你看个够 眼看红衣女就要转过头了 小翟吓傻了 出于本能反应 小翟关上了笔记本 并冲出了房门 此时的小翟只有一个想法 离开这个屋子去人多的地方 结果下楼的时候 小翟一个不小心才空了 最后直接从楼上滚了下去 由于是陶线落地 小翟就这样被摔死了 故事到这儿也就结束了 电影鱼呢 与你解忧 下次再见